我 那麼我們桌上這盒呢 就是我們這個月 七月份的大作 對馬戰鬼 那今天為大家介紹就是這盒 典藏版 那典藏版的外盒呢 看的出他非常豐富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一下它的外盒 那外盒上方呢 他這邊有用一些圖騰這邊 封面的部分呢 是這次的主角 靖景仁 還蠻帥氣的喔 然後呢 封底這邊呢 他裡面有所有的內容 就是包括遊戲有鐵盒板 然後呢 還有數位內容 跟他有日式戰棋 然後風呂夫 就是日式包金 還有 對馬島的那個地圖 然後跟48頁的美術級 就是設定級的意思 對 這邊是他以上的典禪版的內容 那我們就打開來給大家看吧 好 那我們將外包裝拆開後呢 裡面還有一個刻書的那個盒子喔 那我們現在就拆開給大家看 首先我們盒子打開後呢 看到了最右邊 在我的右邊就你們的左邊這邊是 這是遊戲的部分 那他遊戲的部分呢 用鐵盒 直接是用鐵盒的喔 對 然後裡面就是有光碟 跟他的那個數位內容 對 那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再來這個 再來這個就是他的設定級 對 48頁的迷你設定級 這樣子 好 這裡放旁邊 黑黑的東西呢 打開 這邊裡面空了 就是有他的日式戰旗 跟他的地圖的樣子 因為是布的 所以他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撐開給大家看喔 這次的重點 他的 面具 那我們先把盒子拿到旁邊 面具的部分在這邊 那我們就依序來一個一個為大家介紹吧 首先是遊戲的部分 那他的封面呢 是用 近景人當封面 那他這邊已經戴上面具了 對 然後他這邊有一個人字 那我們打開呢 那我們打開後呢 右邊有他的宣傳品 然後左邊是他的光碟 對 那他這次的數位內容 點藏的部分 還蠻豐富的 有個人造型 頭像 然後還有那個主題 然後還有他裡面的 外觀裝備跟那個 碼這樣子 對 好 這邊是遊戲的部分 這邊呢 這個就是他所謂的 設定級 那我們就翻個幾頁給大家看吧 場景 還不錯 對 我這些內容都是他裡面的場景 地點的部分 還蠻不錯 然後粉 然後再翻個幾頁 然後這邊有一些他的圖 然後這邊還有 還有他的武器的部分 的部分 好接下來下一個 接下來這個就是我們的 對馬 對馬島的地圖 那他是布的喔 我覺得還不錯 然後我攤開 攤開來給大家看 這樣 油門一開始的地點呢 然後到後期 應該這樣吧 因為我遊戲才剛玩啦 就他裡面有對馬島的地圖就對了 那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好 那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個吧 女夫 然後俗稱的日式包金 那我們給大家來看一下吧 殘景 是蠻像的 來勒 吃飯喔 那我們來進行下一個吧 接下來這個呢 就是日式戰棋 我記得好像非常的長啊 各位 這邊就是我們的日式戰棋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就是重頭戲啦 桌上這個就是我們的他的面具 靜景面具 然後旁邊呢 這邊有他的底座跟支架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來組裝起來吧 桌上這個呢就是他所謂的靜景面具 他用的他竟然不是塑膠的 他很像是那種鐵或銅那種硬的 就是有重量有質感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這個 其實他這個 收藏做的 他這個 客點做的還蠻不錯 那大家假如想要 收藏的話呢 這個版本呢 要盡早喔 他幫我覺得可能會賣光喔 我個人覺得 以上就是我們對馬戰鬼的 演藏版開箱 然後呢 我最近 有在構想 新的題材的想法 那之後可能會拍一個 跟對馬戰鬼有關的影片喔 這個 敬請大家期待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就麻煩幫我訂閱 分享 還有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一次影片見喔 掰唷